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日在新山法庭被控在10月27日凌晨30分在新山大风花园圣逃杀路谋杀25岁的谢志宇触犯刑事法典第302条文 他也透露在此命案中33岁的本地级女嫌犯则转座案件证人 其尿检对毒品译成阳性反应因此警方也会就此展开调查 八千古当七岁无异男童遭虐伤案 涉案的男童母亲侮辱阿斯金以及其新加坡籍女性朋友蔡爱文 今天遭法庭判处所面对的两项控状 两名被告共面对两项控状 第一项控状之两名被告 在七月一日至八月九日期间 虐待七岁男童直至男童身体出现外伤 第二项控状之两名被告在同一段日子里 疏忽照顾案中的七岁男童 而和第一项控状同样触犯2001年儿童法令 31EA条文 并可在刑事法典34条文同读 主控官诺蒂亚纳在陈池中提呈男童的体检报告 显示受害人身上有20多处损伤 他不仅遭到殴打 还被单独留在家里 即没有进食 两名被告被判处各监禁七年合共14年刑期 唯一刑期同时执行 两人的实际刑期为七年 新三心灵辅助协会目前正积极进行扩建 培训中心计划 希望培育更多的义务工作种子 即专业发展 让任何感到绝望无助 有情绪困扰或自杀意图的人士 可通过情绪资源热线与义工倾诉 从事生存的勇气和信心 该协会成立至今17年 目前拥有57位义工 该会议已向新三市政厅城上 扩建培训中心蓝图就位于新三 是聆听而非辅导 细心且耐心聆听 陪伴求助者面对自己的处境 及感受 给予时间抒发所面对的问题 协助探索处理当下处境的选择 干学会为期6个月的义工培训课程 完成课程 及投入服务的执勤时段是 每天下午1时至5夜12时 免费为有需要者提供热线聆听服务 感谢收看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新周日报 新周网